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这节课呢,来给大家一起去讲一讲关于如何准备我们在课程或者是展示里边的一些素材或者是内容 那么因为我们上一讲给大家有趣介绍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展示需要围绕的一个核心的大原则或者大的逻辑 叫做以学生或者以听众为中心 那么在以学生和听众为中心的这个大的指导思想下 那接下来我准备的所有的素材也好,准备的所有的内容也好 其实也是围绕着听众或者是围绕着学生来了 前面我们在上一讲告诉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需要让学生能够愿意去听 需要能够让学生能够很容易的去理解记忆,包括我们后续去做一些练习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准备内容也好,素材也好 就是围绕着这样的前面我们刚才所讲的四个核心目标来去进行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需要准备的展示内容,包括需要准备的展示素材 那么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核心的思路 叫做日积月累,因时而异,长思长心 什么意思呢?日积月累就是说我所有的备课和准备的素材内容 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 我今天开始要备课了,所以我坐下来,固定两个小时时间 把所有内容准备完 OK好,我备课时间结束了,到我上课的时候开始去讲 这是一种备课 但是更多的呢,我们其实推荐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去抓取更多的一些有效的或者有意思的案例 因为生活和周边我们所经历的人和事 其实才是我们能够呈现在课堂上面最为生动 最为精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举个例子,因为我自己是在新东方讲高考物理的课程 我是一名高中物理的老师 那这个时候在高中物理里边有很多的一些知识点和知识内容 其实是来源于生活的 经常我们会去讲,比如说我去给大家讲速度啊 去讲加速度啊,讲运动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案例 会在什么时候来去准备我的课程呢 甚至在我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很多好莱坞的大片 比如说像速度与激情一系列的 这个从速度与激情12345678到现在拍到9 基本上你会发现每一部电影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大部头大制作 那么在这些精妙绝伦的电影的画面和电影的特效当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可以被拿来作为你课程展示素材和展示案例 而不只是简单的给课程跟同学们去讲 说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速度 速度是什么呢 速度是单位时间内物体所走过的位移 走过的位移越大,证明速度越快 走过的位移越小,证明速度越慢 这么去讲还是太过于干涩了 那更加丰富或者更加生重形象的就是我可以将电影搬到我的课堂当中来 我不是让学生在一节课上只看电影这一件事 那我更多的是以课程的电影作为其中的一个导入的环节 我会让大家把我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积累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素材 融入或者穿插到我的课程片段当中去 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更好的去激发学生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面的受众他去听你讲的意愿和动力 而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形象化的方式降低他理解的这样一个难度和门槛 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日积月累 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坐下来我固定一段时间才来去备课 所以关于课程素材的准备只是给大家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叫做因时而异 因为你会发现随着你讲的不同的内容 它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情景下 它所需要展示的素材是不一样 包括因人而异 因为我们经常去讲老师因材施教 他是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主体 在这里边去展示出不同的内容或者说不同的侧重点来的 那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在之前和之后 因为发生了不同的事情 那么在讲同样的一个知识点 它可能会去准备的素材和案例就是不一样 或者我针对不同的听众受众群体 我所准备的素材案例一样也是不相同的 那么对于一些可能是程度或者是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来讲的话 那我可能更多的会加入一些素材和案例 那么对于一些能力比较强的 那我可能更多的在去拔高或者是提高上面 在题目的难度上面去做了一些更多的倾斜和调整 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所讲的内容不一样 我们所面对的受众对象不一样 所以你所准备的素材应该也是有所差异或者有所不同的 举个例子 我们再给新人讲课 和给一些成熟的人去讲课的时候 那你所准备的素材一样也是不尽相同的 新人需要什么 新人需要基础 需要常识 而对于成熟的人呢 他是需要那些能够让他引起眼前一亮 或者引发深入思考的东西 所以这些对于我们准备的方向也是有差异的 那将来我们跟大家来去核心讲一讲 这四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方向 第一个叫做主体目标 第二个叫做知识容量 第三个叫做干湿比例 最后一个叫做顺序结构 那么这四个点都是我们再去准备一节课程 它的内容或者是素材的时候 需要去遵循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或者说在这里边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基本的方向 我们一个个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第一个主体目标 说白了就是受众群体分析 受众群体分析用一句话来解读 就是通过你的展示或者通过你的课程 需要让哪些听众接收到什么样的信息 或者让他获得什么样的能力 我一节课如果失去了主体目标 那么在去讲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发散 就会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 我给大家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 我有三种交通工具 一种是步行 一种是飞机 一种是高铁 我用哪一种交通工具会更好 你会发现这么问 没法答这个问题啊 对吧 那我到底是选哪一种好 是不是得根据我要做什么 或者我要去哪来订啊 假设我就是到今天楼下去买瓶水 我开着飞机到楼下去买水 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吧 那我今天比如说我要出国旅游 那这个时候我也不可能说我徒步去出国旅游 采用这样一种交通方式 就是说你所选取的方式也好 素材也好 内容也好 是依托于你的目标 和你要达成的目的来去选取的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先要明确出体目标 就是还是刚才我所讲 你讲的这节课 面向的核心收中对象到底是谁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层次的人 他的知识储备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范围 那我需要通过我的课程 能够让他在这里边 获得什么样的知识上的能力上的提升 把这件事情先搞清楚 那你接下来准备的素材和案例 才是有针对性的 才是会有帮助的 否则不然的话 就会变成我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 很盲目 我就说了三个知识内容的片段 对吧 这三种哪个更好 比如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讲 因为我现在也在 从事的互联网相关那些工作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就会面临说 那我到底是前端工程师厉害 还是后端工程师厉害 你这个如果缺乏了场景 或者缺乏了情境 这是没法做判断 你说到底是我C加的语言好 还是Java的语言好 这个也不好说的 也不好评判的 人说我要学Python 对吧 那这个时候到底哪一种语言 在哪一种设计语言 或者是设计环境 或者设计场景下 它会更优 其实一定是有一个主体目标在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是要做一款APP 还是要做一个网页 我还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根据我的主体目标 再来去选取合适的方法 合适的手段 以及合适的内容和素材 这是有先后顺序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讲知识容量 知识容量呢 在这儿我们就要给大家 不得不提到 一个理论 叫做最近发展区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也是由伟大的教育学家 叫做维果斯基 那么他在自己的教育理论当中 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 这是教育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叫做最近发展区 我们说将一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 他所接收到的知识 按照我们知识领域的划分的话 可以分为三个区 第一层 就你可以理解为是同性源的概念 最内层叫做知识的舒适区 最内层往外一圈 他所不理解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边 需要通过你的知识 通过老师的讲授来理解的 这叫做发展区 而在发展区之外 还有一个可能是他的非熟适区 或者说他在理解这个知识内容过程当中 他比较难去到达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我们在短时间之内 接触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范围 所以其实我们讲发展区 其实事实上就是我通过我基于现有的知识 能够到达的一个知识领域的范围 不至于太深也不至于太浅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课上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是需要给学生准备和传递的是 叫做最近发展区 如果你要想讲最近发展区的理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需要去知道 他现有的知识的舒适区在哪 对吧 那我比如说这个知识的舒适区 是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内容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上课 给大家讲一讲 久久惩罚表 对吧 那么通过我两个小时的讲解 那我最后来去考察一下 大家对于惩罚表的掌握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老师你讲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啊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都已经学过了 这就叫做知识的舒适区 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了 所有人都已经学过了 并且牢固掌握和记忆的东西 这就叫舒适区 舒适区的内容在你的课上 是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去讲的 它可以作为一个引入 作为一个铺垫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 那么如果我们说发展区 为什么要讲叫做最近发展区 我如果给一个小学生去讲知识 他因为基础在什么 基础在99乘法表 那这个时候我给他去讲 只能讲最基础的数字的乘法运算 一位数的到两位数的 这叫最近发展区 我一下给他讲一个分式的 或者是整式的乘数运算 你会发现他就已经超越最近发展区了 他的知识到达不了那个高度 所以你给他讲他会够不着 因此很多我们有的时候 在去做一些课程讲解的时候 是忽略掉了这个理论的 我给一个刚入职的程序员 去讲非常资深 或者说讲非常深奥的一些 系统级的架构理论 你会发现他是根本 get不到你所讲的那个点的 所以我们说 你再去准备知识和内容的时候 需要去知道 学生他的知识储备在哪 他掌握的基础知识水平 到底有多少 然后基于他的知识水平 一步一个脚印 一点一点的往前去迈进 那么在这里边 才能够更好地带着学生去 逐渐地掌握知识 和获得成绩和能力上的提升 这叫做最近发展区 而最近发展区在这里边有两点 第一个叫做因才师教 第二个叫做因人而异 其实事实上它是同一个意思 不同的学生 或者说不同的对象 他所具有的知识发展趋势 不一样 有些人知识储备相对比较大 有些人知识储备相对比较小 那这个时候知识发展区和发展区之间 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重叠的区域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关注的是 不同的受众群体 它的那一部分发展区的重叠到底在哪 而如果你的这个重叠的部分和区域 找的不够准的话 你会发现你所讲出来的课程内容 就会让别人觉得不受用 因为要不然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太过于简单 是他舒适区的内容 要不然呢就是到达他遥不可及的这样一个高度 你给一个小学生去分析一篇博士论文 讲一篇SCI的文章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他完全理解不到那样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的高度 这就已经完全超出他的发展区之外了 所以我们说知识的掌握 其实事实上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知识的准备是需要遵循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基本的逻辑在 好那接下来再往下叫做干尸比例 干尸比例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课上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内容 全部都用来去传递我的知识和理论 那么一定程度上会需要去举一些例子 或者适当的用一些幽默的方式来进行调侃 就是回到我们在上一节给大家所讲到的那个场景和例子一样 新东方的老师为什么说会去讲段子 什么叫段子 段子不是说我为了去讲一个笑话 而是对于课程内容 对于课堂的节奏进行了一种调剂 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课堂在行进过程当中的一些润滑剂 没有这些润滑剂了之后 你会发现学生的思想会不断地在理论的裹挟之前 变得非常的干涩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的知识内容和课堂进度就推进不下去了 所以我需要有一些润滑剂来去润滑 有一些适当的内容来去进行调剂来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课堂要有休息 对吧 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要干湿比例结合 那么这个度到底是多少合适 如果课堂当中一节课里边 给学生去传递知识和内容的时候 我的有效知识比例占的应该有多少 我的段子到底应该放几个 这是之前新老师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老师我在课上到底讲几个段子合适 我在什么地方讲段子合适 我这个段子到底讲到多长 讲到这个占用多少时间 那么在这里边 其实给大家一个大的原则的建议 就是在能够抓住你的学生听众注意力的情况下 段子或者是失货的占比越少越好 因为毕竟我们讲课堂的主体内容和主体目标 还是我们的学生要去掌握和理解我们的知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尽可能的去 一要有调剂 但是又不至于过多 所以大概呢 比如说根据你的受众群体而已 如果你的受众群体本身 它是学习能力和积极性相对比较差的一波 那你可以就适当的去调高一下比例 如果它本身自取能力特别强 自学能力也都特别强 那你会发现课堂基本不用去讲段 大家的注意力一样都可以听得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讲 它是根据听众注意力的差别 而去进行不同的配比调整 那包括我们在去做展示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做展示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 去讲你做了哪些内容 也不一定 事实和台下的听众 甚至是听你去讲展示的领导 去做一些调侃 去做一些简单的互动 其实反倒能够起到一些非常不错的 锦上添花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干尸比例一定是大家可能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接下来再往下 第四个叫做顺序结构 那么在传统的课堂里面 我们经常去讲 一个标准的或者经典的顺序结构 它应该有四个环节 叫做导讲复册 导指的是知识导入 讲 知识的讲述 传递 讲解 复 复习 对于我所讲过的内容 简单的去做一个回顾 测呢 是对于我所讲过的知识内容 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在这里边 我对于所讲的知识内容 是不是学生真正的去掌握了 是否有真正的去理解 所以你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标准课程的MVP 就是一个最小可以去用来循环 或者是最小可以去拿来去进行 这个利用的这样一个闭环的过程 所以呢 其中呢 关于这个顺序结构里边 我们也来给大家 简单的去后边做一个阐述和分析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一块一块来看 受众群体分析里边 对于你所展示的内容来看 那么经常我们在工作当中 工作的场合下 会有三种场景 对上级的汇报 对评级的沟通 和对下级的分享 那么这个就是 你在去准备一个展示内容的时候 需要去进行的受众群体分析 即使是你讲同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面向你的上级 和面向你的下级去讲的时候 它也是不一样 那当我们在去面向上级汇报的时候 核心我的侧重点 就应该是上级在这里边 可能他想要去了解哪些信息 来去帮助他进行判断和决策 因为上级的知识理论 或者说他的知识的舒适区 是要远远大于我们的 那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在他的舒适区基础之上 找到他知识的发展区 或者说找到他信息的发展区 这个是很关键 如果你讲的所有的内容 都在他的舒适区范围内 你会发现他是不愿意去听的 因为他听不到什么样的 有效或者有价值的东西 对吧 那将来我给评级去进行沟通的时候 也是一样 大家知识的舒适区 可能没有交集 那么在这里边 他的发展区和你给他讲的知识内容 能不能够去达到这样一个有效的沟通 其实也是取决于你讲的知识 在不在他的发展区范围内 讲得太浅了 或者讲得太深了 你会发现大家都没办法在一个频道上 来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下集也是一样 下集分享 这个时候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所讲的东西和内容跨越他的舒适区太远了 或者说离他的发展区也太远了 就完全不在他的发展区范围内 完全忽略了在下集听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具有哪些知识储备和知识内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准备展示之前 需要去关注的 你的受众群体到底是谁 因而根据你的受众群体来决定 它的发展区在哪 你要准备的知识内容是什么 以及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把这些东西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去梳理和总结一下 就是上集汇报 核心需要关注什么 你项目的进度 进展 困难 以及所需要的资源 这是他需要知道和了解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侧重这几个方向来去做准备 平级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大家会有一些诉求 会有一些项目推进的卡点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大家互相协作 来探讨清楚 关于我的协作之间的一些边界 这些问题是他关注的 而你的表达 一定要是从对方的需求角度出发 一定要从对方的舒适区 以及发展区的角度来出发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有效的沟通 或者是有效的表达 否则不然的话 就会变成了是机通压讲 你讲的东西 对方完全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那么第三个 下期分享核心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的痛点 他对于可能基础知识的储备 有一定的痛点 或者对于人际的沟通 对于一些职场的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里边会有一些他自己知识的盲区 那我是需要逐渐的通过我所掌握的知识 将他的发展区不断的去扩大 减少他的痛点 你的发展区如果能覆盖到他的痛点的话 这是最好的分享 那接下来再有就是下集 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以及他可能关注到的未来 我的发展 以及基于发展 我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他的诉求 你能否通过自己的分享 能够通过自己的沟通和表达来得以满足 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围绕的都是我们刚才所讲 基于教育学理论当中的一个叫做最近发展区 而这个理论无论是在课堂上 还是在平常的展示 亦或是沟通里 你会发现他全部都是可以适用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 这个最近发展区的理论 具体怎么来去落实 或者怎么来去呈现 几个步骤 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第一个叫做确定已达到发展水平 和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 就是你在去做受众分析的时候 先要明确他有哪些知识 以及他可能到达的知识 先把下限和上限明确了 再在下限和上限之间去寻找你的知识内容和素材 突破下限或者突破上限的准备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讲的这些东西 没法打到它的需求上 那么接下来再往下 第二个就是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 就叫做我们所说的最近发展区 所以回到我们在上一讲所讲的内容 叫做以受众 以听众 以学生作为主体 一个课堂重要的不是你讲了什么 而是学生学会了什么 学生学会了什么 又取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的最近发展区到底在哪 它的最近发展区 你分析的是否准确 对吧 你认为的发展区 可能不一定是它真实的发展区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需要你通过 课程结束完了之后 和学生的交流 和学生的反馈 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些互动 沟通 在这个之间 你能够去发现 可能它的有一些点 你是没有去覆盖到了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你讲的太过于简单了 或者讲的太过于难了 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调整 不断的来去修正你自己 在意识当中 对于学生发展区的认知 为什么我们讲 有些老师特别有经验 他一看这个学生就知道 你哪有问题 所谓的名师指的就是 一两句话能够点画这个学生 的核心原因就在于 他通过跟学生的交流和判断 能够非常清晰的知道 这个学生 他的知识的底线在哪 他能够去达到的发展能力的上限在哪 因而我相当于是对症下药 给他相应的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能够使得他获得提升 所以这是我们讲 你要基于他的最近发展区 来去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和内容的准备 那么所以怎么样能够去实现 几点 模仿示范 列举实例 启发式的提问 集体活动等等 这些都是你可以采用的手段和方式 来帮助学生从最近发展区当中 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知识内容的舒适区 但是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也是有自己的使用和适用范围 就是我们讲 你在去给学生讲内容或者是去给学生去进行分享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边需要基于你所讲的或者你所培训的知识或者是技能 来去选择相应的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手段 模仿和示范 对于那些需要去掌握技能的点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只是去简单的讲理论 举个最难的例子 大家在去学习很多技能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 比如你学游泳 我给你讲两个小时的游泳理论课 都不如你自己扔到水里面 扑腾个半个小时来的有效果 但是我们讲实际的这种使用效果 或者说实际的学习效果 不一定是简单的模仿和示范 就能够去达成的 另外一个我们容易犯的极端是什么呢 只模仿示范 不讲一些要领或者不讲一些动作的分析 还是学游泳 我不给你讲理论 对吧 直接把你拉到游池边上来 今天我是教练 我游泳教练 今天我来教你这个游该怎么游 你看好 然后加来我不通跳下水 50米 非常自如非常漂亮标准的游子游过去 再游回来 跳上岸 学会了吗 这叫什么 这叫示范 你会发现 你示范一次 学生是学不会了 好 你一次没学会 来我再给你游100米 没发现学生还是学不会 你游1000米也没有用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示范本身只能够让学生去看到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得不断的通过让他自身的实操 加以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理论讲解 才能够更好的去达成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说最近发展区 它的达成不是通过单一的手段来实现 可能是采用多个手段复合叠加而成最后才能达到最后效果 所以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样 任何只是想妄图通过 比如说我就听一节课 我听两个小时 让我的知识理论得到巨大的飞升 这个其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知识的提升和能力的提升 它的掌握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 而且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有理论 有实践 有模仿 有视力 你看到好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老师给你去做范例 之后你自己去模仿 模仿了之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有一些动作上的 行为上的 学习能力上的纠偏 告诉你哪有问题 应该怎么提升 哪些地方怎么去做 可以会变得更好 那么在这里边 或者通过集体活动的方式 大家互相彼此之间来学习 总有一些人 他突破舒适区 或者说他到达发展区的速度 会比别人更快 而有的时候 老师的带领 不一定会比同辈之间的 互相学习来的效率更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再去实施你真正的教学活动的时候 不一定只是采用单一讲解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包括学习的过程里边 同样的道理 也不一定说 必须只能是 局限在我单一的课程 知识内容的听讲 一定要多加以实践 多加以分析 才能够真正的去达到 我最终想要得到的效果 所以呢 最后我们说 什么叫做因材施教 寻寻善诱 就是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所讲的 你需要第一个 因材施教的财 到底是谁 先定义清楚 你连你要教的人是谁 他的知识储备 有什么都不知道 你所讲的东西 最后传递的有效的概率 一定会大打折扣 第二个 你分析清楚了 他是谁之后 更要知道 他现有的知识掌握 储备在哪 下线在哪 上线在哪 区间怎么去达成 那接下来 再往下第三步 就是达成的方式 和达成的手段 可以有很多种 可以有很多样 那我所有的展示内容也好 课程准备内容也好 素材也好 核心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帮助我的学生 或者帮助我的听众 从他的发展区当中 下线达到上线 并且不断地向上突破 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在做课程内容 和做课程准备的时候 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么同样的 在我们展示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刚才所说的 工作社交场景的沟通里边 你会发现它也是一样 你需要知道 你所表达的对象是谁 你所给展示的群体 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他们现有的知识准备 在什么地方 他们可能通过你的讲述 通过你的表达 可能获得一些什么样的 新的知识的发展区 那么这些知识的发展区 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他们去理解 帮助他们来达到 这是你核心需要去准备 那种的一个思路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有些好多我们 尤其是一些这个 比如说程序员的朋友们 大家在去做分享的时候 你会发现领导是听不懂的 因为你所准备的 或者你所专注的地方和领域 太过于聚焦 太过于专业了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专业的东西 降低它的理解难度 基于它所具有的 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 突破它的发展区 能够在它的基础之上 感觉到有收获感 感觉到有提升感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最后来说 如何准备内容和素材 基于教育学理论当中 叫做最近发展区的理论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明确目标 能够明确受众的最近发展区 并且基于不同的方式和手段 来帮助他们达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不断的去提升 不断的去复盘 不断的再去训练 那么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的 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就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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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